今天呢,我们第一站就在同楼湾 还有那种高地的心 它可以真的滑走的那种 很爽 真的很甜,这个跟我一样 所以我还是给到4.5分 我们对着玻璃里面这样 70块 真巧啊 真的有风哦 各位观众,欢迎来到我的香港 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要带大家来香港生野啦 今天我们有做了一点点的研究 关于香港测试卖也 这个影片应该很难接的 我们第一站就在同楼湾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什么 就是去 废话不要多说,我们直接去那店门口 OK,我们第一个吃的地方 就是 拼茶餐厅 一进来就很有那种 道地的心 很激进的感觉 现在我们来点什么呢? 一定要点菠萝包 听讲菠萝包 香港一定有吃的 再点一个它这边的花蛋系列 花蛋的系列 一定要点 我们分享啊 我吃不完的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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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个猪食 然后你再加一杯水 然后再加一杯水 再加一杯水 是不是差别 反正你们如果要喝水 你们不要只开始点 记得要吃猪食 加水 这样就很便宜了 我是没有想到它快成这样啦 才刚点完 那边就送来 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 真的太好吃了 它的花蛋呢 真的是花蛋 你不懂什么叫花蛋 但是你叫这个 你就知道什么叫花蛋 它可以跟你划走的那种 它叉锈的味道呢 跟我平时吃的叉锈 看来有点不太一样 反正它的口感 是比较 有咬近一点点的 叉锈 透明透明这样子 哇 是不是 哇 其实它这个花蛋系列 是有叉锈啊 家人啊 还有牛肉的 你可以三个都叫 叫叉锈花蛋三包 你就可以叫三种味道 这个特别推荐的 好啦 我就推荐你们吃三个 再来这样你们就散开 味道就知道了 OK 菠萝包来了 我家的这个是 花蛋菠萝包 结果里面有放拌 来 吃一下 哇 很爽 它的下面这边呢 是 脆脆的 应该是有咆过 然后上面这边 也是 甜甜 加上鸡蛋 它的味道哇 很好吃 哇 很好吃 这个也是我目前为止吃到很好吃的菠萝包 好吃吗 好不好吃 它的存质感 很美味 然后还是甜甜甜的 几分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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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啊 跟我一样 我觉得也是五分 刚才我们吃了这个华蛋系列跟菠萝包叻 我觉得菠萝包是主推荐 目前是我吃到最好吃的菠萝包 华蛋系列就要看你自己的 你们自己喜欢的胃口 有叉羞虾仁跟牛肉 或者是你们想要三个都可以叫 这一间我给的分数如果五分的话 我给到四点 菠萝包是满分的 另外一个就我觉得 还有进步的空间 我觉得那个饭如果换成炒饭的话 就会更香味 我觉得饭如果是炒炒一下就不错了 就觉得少了一点 但是不影响啦 可能这边的人胃口不要这样中嘛 所以放白饭也是ok的 这个菠萝包是跟我们那边的味道不太一样的 这个就是港式的菠萝包 下一个我们要去吃蛋撻 来香港一定有吃蛋撻 2小时之后 ok 会不会很奇怪 这个麦克服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 脚在里头了 我们来这里也要吃蛋撻 我得进去抬一抬 s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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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要吃什么样的蛋撻 看到里面很多不同了 东西除了蛋撻 ok 我们看到蛋撻了 来看一下 再在那边躲住躲住 这样子 来来试试看 哇 马掉了马掉了 哇 soli soli 哇 这个蛋撻12公分 我有点害怕 松虫 撻一条 然后一口笑 哈哈哈哈哈哈 我都能撻一条 然后得一口笑 给我两个 这里有什么你们推荐的 几公分 给我一个 是 够的了 我的广东花可以吧 哈哈 好了 我们 就直接来试吃一下 哈哈 尽量鸡 哦 嗨 嗨 哇 好像不错咧 嗯啊 蛋撻 一定有吃的 外观看起来就是很ok啦 但是吃下去 就能知道答案了 哦 哦 哇 很甜哦 我以为它会 是比较淡淡的那个味道 可是会很甜以下 口感叻酥脆酥脆的这样子咯 嗯 嗯 很好吃耶 其实如果我要粗鲁一点的話 我会一口吃完个 可是 现在就因为形象的 关系 我只可以 鸿鸿鸿鸿一点 甜點,甜點 如果這個可以買回去的話 可以買一點回去 給家人試試看 你要不要試一下 很好吃喔 喜不喜飯? 那很甜的 真的很甜是不是 跟我一樣甜 有一點盤子 有一點過分 就是因為我夠甜 才讓我不行 太简单了 5分来几分 少到0.5在那里可以进步 太简单了 其实跟我的想法是一样 我也是给到4.5分 因为它太甜的关系 可能我就扣了一点点 不过OK的 好吃的 很酥脆 它味道重了一点 如果喜欢重口味一点的朋友 你吃这个一定是满分的 我有买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 我有买一个提拉米苏 一个提拉米苏55块 太贵了 所以倒掉 OK所以这边也是 我觉得蛮推荐的一个地方 你们可以来这里吃他们的 烘焙啦 我们在前面买那个蛋挞 走走下 发现手上好像没有在拿出 哈哈哈哈 今天带你们来到这个 其实就在我们酒店的附近 我们最近看到的 就是这个 滑解清汤满 每次看到的时候咧 都是在排队的 每次看到你 每次看到你 就是我们每次经过的时候啦 其实 来 DexDexCup拍摄 猴猴猴猴 你看看后面 满 他们在里面吃住满 我们对住玻璃里面这样 咦 他们是 可怜我 没有我们是 米其林了咯 2012 2013 1415 1620 这么多年的米其林咧 哇 难怪这么多人来排队 这个地方咧是小一点啦 所以咧 只要刚好有一座 错呗 A few moments later 咖喱 咖喱 这个是只有咖喱 只有170块的 3小碗 我爱吃 这个叫清炭牛腩和粉 来啦 开吃啦 这个糖 那个糖好喝吗 好喝啊 好喝 要来一下哦 哦 真的好喝 哇 三个玻璃 吃咖喱 怎么不吃 马铃薯呢 哦 好吃哦 如果是放饭啊 还是 放个面啊 这样子啊 应该是比较 搭配 直接这样吃 就可能会觉得一点咸 嗯 肥的不腻 这个白白的地方就是肥肥的 它的清炭牛肉咧 那个牛肉的味道是很香 我的 云吞来了 你看 云吞就比较多 我们来试试一下这个 云吞 它的云吞是菜啦 它是讲菜云吞 哇 我的汤比较甜咯 我感觉它有放一点麻油 好喝 我的这个汤 跟它的这个清炭牛肉 是不一样的 云吞很大力 但是整个很大力 哇 味道是我吃过的云吞里面 算是 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那边的味道 大部分可能是韭菜啊 或者是加肉碎这样子 这个完全是菜咯 就比较特别一点 也比较香一点 它的云吞的皮咯 虽然好像很厚 可是 那你吃进酒吧的时候 它会融化的 这个可以啊这个 然后再配上这个 金咖喱牛肉 嗯 吃了一口牛肉 再喝一口糖 哇 真的不错一下 而且它每一个牛肉 其实手保留一些肥在里面 这些肥呢 就要看你们个人 会不会喜欢吃啦 有些人不太吃肥的咧 可能你们会怕它油腻嘛 但是它真的不会 吃下去还ok 哇 讲真的 是不是很好吃 非常推荐 这个啊 有五分啊 而且牛肉是没有那个烧味的 哦 而且很嫩 入口即化 再回来吃 所以总之 今天你们看到这些美食 都是基本上都是我们 特别推荐 你们不用头痛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头痛不论 要吃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是好吃的 然后来香港的朋友 你们注意注意一下啦 还有我的频道也多多注意注意一下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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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